大家好 我是石玉兰 一起来关心12月2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新闻首先带来到的是广复乡 泰巴郎部落目前正积极附赠 重建青年阶层聚会所的文化 特别就在部落的近似广场 搭建了一座聚会所示范建物 未来作为部落青年阶层聚会所的模板来搭建 来推广传承部落的阶层制度 为了重现泰巴郎部落消失60多年的青年聚会所 苏达达但青年自主并在其老的教导之下 过去进行一连串的前置作业 从采集茅草 采建筑到上山拉藤 每个环节都不满胡 原来我们祖先 原来我们的老人家 也是没有尼龙城的时代 也是用藤边来绑这些东西 绑需要的材料 对 所有的材料都是需要用藤边来绑 所以今天才会让小朋友来体验这个课程 齐老回忆日志时期因为政府担心部落会有武装力量 因此强制族人拆除青年聚会所 企图削弱年龄阶层的运作达到统治 而在60多年之后部落决定重建 找回部落历史 青年们也在工作之余 回归阶层完成任务 所以没有办法一次完成 一天搞不好也只踩个十条的藤而已 20个人踩差不多十条的藤而已 就这样 对 所需的人力其实是很大的 那也希望在外面的徒人能够回来一起帮我们 踩这个藤的部分 泰巴郎部落目前正积极地附赠重建青年阶层的聚会所 现阶段青年聚会所前置作业正如火如荼进行当中 逐步重建过去的部落样貌 记者高雄雄光复香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About 5 簧 inta雄光复香采访报道 立即金一冲 确认词您又在红项拿下 权费设设计则 注一孔